剛剛主要是講到有關 我們的那個包含就是資料 放哪個地方 Swing然後呢放圖 這些東西在雲端上都有啦 所以你可以在那個 這個圖有沒有 那個有四張圖啊 就放這裡 所以你把它下載解壓說 另外的話程式碼這邊 裡面就放那個Swing裡面相關東西 其實 你可以自行在這邊可以找到 我好像是在資料放這邊 所以剛剛這一段這個是中文這個英文 然後Layout 這個買Layout的程式碼在這邊 如果你不複製你自己產生也OK啦 反正就按右鍵 然後新增一個Layout Layout底下的一個那個 XML file 它就會自動產生了 再來的話程式部分 程式部分就是說要把這些東西載入進來 所以要怎麼樣載入 其實這流程裡面的話 特別注意就是說 比較重要的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第一個 一樣這個做宣告 那宣告因為我只會用到一個List View 顯示出來 特別注意就是 我在這邊 一定 這個 這個範例比較單純 因為 底下那個畫那個畫面 就已經夠複雜了 所以我們只是 放一個什麼List View 這個東西 那裡面需要做什麼呢 這個List View 裡面的話呢 我需要把這裡面的這個版型的東西 畫出來 並且一個一個怎麼樣 放到這個框框裡面 讓它可以 顯示出來 那裡面的話該做哪些 當然你的圖跟你的文 都要先 做預先宣告 然後我這邊宣告了 總共一個那個 圖的部分呢 就是一個R&D的陣列 因為我前面講過了 它一定是一個 等於是你資料 貼上去 它那個大R就自動登錄了 所以有四張圖 那裡面的話都會給它編號 所以會有四個 再來的話呢 中文 BOSS 的一個字串 英文 OK 然後再來就是 宣告一個 MyAdapter 的一個什麼呢 一個那個 連接 一個連接器 那接下來的話呢 一樣 做那個 連接原件 那原件 原件的話就是一個 這個 應該OK 那我文字的部分 特別文字比較簡單 跟前面一樣 GetResource 裡面的GetStringArray 然後把這個 中文的讀到這裡 英文的讀到這裡 再來的話呢 比較麻煩 就是圖了 因為圖必須要 建一個叫做 BassAdapter 那這邊的話呢 一樣 MyAdapter New一個MyAdapter 把自己 歷史指的是 現在的畫面控制 其實 Activity 把Activity 傳給他 那裡面 我們前面講過了 上禮拜 才用到這個 BassAdapter 這個BassAdapter呢 實際上就是 MyAdapter 是Essence 繼承BassAdapter 所以呢 它必須要實作 會有四個方法 包含就是說呢 它要 數量多少 Item Item ID 還有個什麼 GetView 那這一題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跟那個前面的 我上禮拜講的那個部分 最大不一樣 就是說 我會需要有一個什麼 用到一個叫 Layout Infector 這個類別 特別是 這個類別 跟前面 不太一樣 前面不需要這個東西 那如果你用那個 LayoutInfector 裡面要放圖 又有文的話 你必須利用那個 Layout Infector 這個類別 這個類別是什麼 做什麼用途 實際上 簡單 講 就是 它是一個 畫面產生器 可以幫你畫畫面的 因為我們需要一個圖 有文 那你需要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傳進來 它一樣 需要 就是 傳進一個 MyActivity 是哪一個 那我傳進來 是類似嘛 所以 這個地方告訴它說 這個MyInfector 利用這個Layout Layout裡面有一個方法 From 也就是說呢 我要 主控權 因為我要畫畫面 所以呢 只要告訴我說 現在 Activity是誰 那因為我傳進來 就是這個 那我後面的話 告訴它說 你總共有幾個數量 也就是說 我今天的這個ListView 需要跑幾個畫面 的敘述 總共會有 Boss.Lex 那實際上 總共有四個 所以傳過來就四個 那Possession的部分的話 這邊會傳第幾個 一個兩個三個 那這邊一樣給Possession 那比較特殊的就是說 你進來這邊 會需要 把我們的 剛剛產生的什麼 MyLayout 特別需要 你如果要把我們剛剛產生的那個MyLayout 放到這邊幫我畫出圖的話 特別注意 主要是需要用到這個 MyInfect 其實就是要 Infect 那裡面有個方法 就是 Infect 畫出來 丟給哪一個呢 丟給ContentView 特別注意 主要是這個地方 比較特殊 然後呢 利用這個地方的話 去取得 我這個 MyInfect 裡面呢 我總共 會有 裡面還有 三個元件 ImageView 跟TestView1 TestView2 所以利用這個地方 幫我把這三個把它抓出來 抓出來之後的話呢 在裡面放什麼 放圖 那我Possession 第一次是0 所以把第一個 圖先抓出來 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裡面 第二個文字 就中文的 放在這裡 英文的 放在這裡 就一個了 那換下一個 下一個 總共四個 所以循環四次之後 建一個Dot之後 最後怎麼樣 再丟給那個 我們的ListView去顯示 所以最後建了一個 MyAdapter之後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 最後呢 SetAdapter 把這個Adapter 丟給ListView 那因為我剛剛不是有畫出來 一個一個的畫面 總共有四個啦 然後一個一個就是 全部都丟到那個ListView裡面 所以丟進來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就長得類似像這樣子 那點擊其中一個 當然我這邊也有寫一個就是 那個 事件 這個事件的話呢 就是當他 Click的時候 我沒有讓他用那個Alern Alern Dialog 我是直接顯示在上面 所以 這邊直接就是Set Title 最喜歡的球隊運動 加上你點擊的這個名稱 那我是直接把裡面的那個名稱抓過來 給他顯示出來 所以 按下足球 上面是 最喜歡的球隊運動 大概是這樣 那這一題最最難的地方 應該是在 這邊 就是 我要建一個Layout Infector 把畫面畫出來 所以在Android裡面 其實很多地方 假如你要做比較複雜的版型的話 你都必須要藉由這個Layout Infector 幫我畫出來 然後最後再丟給Adapter 它才能夠顯示出來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一下 來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 那這個Layout Infector 它的主要的角色就是怎麼樣 幫我們把 第一個把那個 買Layout的版型 讀進來 讀進來之後 告訴我裡面有幾個 原件 再把我從那個 陣列裡面的圖跟文 一個一個的放進去 它會先放Position 0 第一個先畫出來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最後一次性的 丟給List View 去顯示出來 所以 這個難度其實 算是比較高的 如果比起前面的 這些程式的話 稍微比較高 所以以後如果 有一些原件上面 你需要有圖有文的話 那 可能做法上面 來就可以參考一下 今天講的 叫Layout Infector 這個類別 好